刚刚结束对欧洲访问,才下飞机不久,克里古欣就到纪念成立10周年的美国进步中心演说外交政策。 他强调,美国必须深化与亚太地区的交往。 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,不论是对美国的经济还是安全,在当今这个很多事情互相交织的复杂世界两者紧密相关。 在欧洲之前,克里对亚太地区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访问,参加亚太经合会议,美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。 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闭,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的访问行程由克里国务卿来代替。 克里告诉与会者,美国政府部分关闭,不但使得四位认知于政府部门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迫休假,也对美国的外交失误产生影响。 他说,他国领袖在衡量事情时,会把这件事纳入考量,在谈判伊朗问题促成中东和谈过程的时候,是否可以仰赖美国,是否会通过国会这一关,总统签署的协定国会是否批准。 另一方面,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,政府部分关闭,并没有波及国务卿或者其他官员对中国的访问行程,或者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计划。 国务院表示,克里国务卿在年底之前将再度出访亚太地区。 VEOA卫视,张荣香采访报道。